小律說 別人的女兒死不了 你有同意嗎 為什麼 這句話 別人的女兒死不了 你們才有同意 站在我的立場 絕對同意 我這麼生的兩個 怎麼可以死我家 別人的女兒死不了這件事 怎麼可以不同意 你們想看看 我們平平遇到的事情 遇到好坑的你們找什麼 當然也是找我的女兒 但是如果遇到派坑的 你會找什麼 我當然也找你的女兒 這情形絕對是不受傷的 所以我絕對人同 別人的女兒死不了 有什麼我還會這樣說 這不是只有這句話而已 要有另外一句話拿來說 死死導遊 無死病毒 這個部分 這有很多 我就來去驗證這個導力 所以別人的女兒死不了這種事 是一定會發生的 但是一定要給她死 這樣而已 所以說 洪家在這裡 要跟大家報告 別人的女兒死不了 我有認同嗎 我有 但是洪家是人生用的人 絕對不會叫她去死 哪有栽調出手上求 當上也沒關係 不要讓她死 總是人情老實上 日後這麼好消化 在這裡裡面 要跟大家說 做人做事 如果有法度 改救別人 改救別人 有法度 給她一個方法 讓她過後更好 我們一定要出手到三天 若是無法度 當然 我們一定是 日頭請人 順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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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 我非常認同 白人的小孩死不了這個道理 主持人 白人的小孩死不了這句話 是非常祝福的一句話 我完全不同意 因為白人的小孩也是小孩 也是白人的爸爸媽媽 身身孤孤孤 十個月有生 才把她生下來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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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也是小孩 怎麼可以說白人的小孩死不了 還比較重的 我可以說最好死了 這有時候 一句第二句話 是要把它用在很好的地方 不可以這樣說 戳目戳目 即使眼光你去 白人的小孩死不了 這是戳目戳目 但是這種比較富民的話 最好是不要用 因為現在的人 對醫院不是很清楚 白人的小孩死不了 這是非常祝福 難怪現在爸爸媽媽把小孩送去戳目 都要用那種感染器 從手機就看到了 不然 那個戳目在你表面上 很痛這個小孩 會輸在那裡頭髮頭念 是不是 像現在的幼稚園 安親班 也都有這種感染器 因為怎麼樣 我們現在沒有了解 這個人的心 在北斗來是很像的 表面說很好 但是我們的小孩在那裡 不知道把我們收 把我們聽 把我們好好照顧 所以 我感覺說 別人的小孩死不了 這句話是非常祝福 最好是 不要去說 因為這個 有的人 學到不對 所以說 我有一個故事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爸爸怎麼跟他看起來 差不多半個月 原來就是 他媽媽 在很辛苦的時候 帶四個孩子 再改嫁給這個爸爸 不過這個爸爸 很疼他這四個兄弟 他怎麼說呢 因為他很愛 他帶這個媽媽 他說 你不用再帶我生的小孩 你這四個小孩 就是我的小孩 從家裡 我在我的辛苦邊 就有這種故事 跟這種人 我說 我要來跟你們爸爸 好好認識 因為他非常愛心 醫生 別人的小孩死不了 我當然不懂她 為什麼這樣說呢 每一個人 都有她的油點 別人的小孩 也是有她很好的地方 我們如果疼愛自己的小孩 我們也要疼愛別人的小孩 臺灣有幾句話說 不要買也有一步 不管是別人的小孩 或是她的小孩 都是有她的油點 可以奉獻我們的社會 我感覺 有人把這句話說在家裡 代表這個人很祖書 只是好坑 每個人都保 別人就讓她做比較壞 其實這是一個 很不可圓量的心情 就只是說 我們現在好好做老師 我們大家的小孩在讀書 我們很希望老師很認真 不過呢 你大家做老師的時候 你就想要頭吃飽 上課比較暗 改造夾的時候 親菜改 想看看 如果大家的小孩 你希望遇到這樣的老師嗎 別人的小孩在做冰的時候 我們就把她抄襲 大家的小孩在做冰的時候 就希望她不用去做 這樣感到 我感覺別人的小孩 死不完之後 這種觀念很不應該 因為別人的小孩 也是小孩 都是我們社會 社會裡面摸摸的人 都是我們要疼痛的人 不能有這種別人的小孩 死不完這種想法 到下